望线,线线被拐跑了 第二集,夜宵的速度最快 等其他三个魔王赶到时 却只瞧见了一个空荡荡的炼狱 一群刚刚恢复神智 什么都不知道的火魔味 一个很是无奈的 正须声叹气的夜宵 一个因为小蓝站走了 没人陪她玩了的可怜巴巴的小卫英 一时间后来的三个魔王 竟不知道是谁的错 为啥小魔君这么委屈 等弄清楚刚才发生了什么 无奈苦笑绝声叹气的 多了三个魔 把仙门百家一网打尽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小魔君,人可是您放的 到时候别怪我们啊 另一尊魔王,名叫主九 啊,我放的,怎么了 小卫英不明所以 他悄悄地把掰开的 一半鹰虎符揣回怀里 免得被四个啰嗦鬼发现 鹰虎符没了一半 要是被发现了 肯定要啰嗦到他耳朵起茧子 魔界的天灰蒙蒙的 没有太阳 魔公上空血气森森的 杀戮太重 今天的魔公好像比平时凝重得多 魔公,前殿 殿下只占了四个身影 平时看守的魔位都不见踪影 那平时一向是空着的王座 今天居然做了人 被一团黑色的魔气笼罩着 只依稀能看见容貌 是个极为俊美的年轻男子 因为魔气的笼罩 反而衬托得多了一分邪气 现在 这位年轻男子扶着鹅 魔君大人 人是您自己放走的 夜宵的声音中 小心翼翼里 还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幸灾乐祸 您自己费劲逮回来的 又自己放了的 可怪不到他们身上 吴知道了 显然 这位年轻的魔君大人 扶鹅的原因 不是因为被放跑的仙门人 魔君怎么也想不通 自己咋就会把鹰虎符掰开送人呢 魔界的四大魔王 夜宵 煮酒 红勺 血兔 六界皆知 魔界有四大魔王 却没人知道 这四个在六界都让人闻风丧胆的魔王 在魔宫都只能跪于殿下 传闻 四大魔王心生嫌隙 在魔界各自为政 却不知 他们都奉一人为主 更没人知道 连他们的名字 都是这位年轻的魔君起的 非常具有魔君的风格 非常的魏无限 夜宵 煮酒 红烧 血兔 本来想叫兔头的 但是第四位魔王宁死不去 他不要叫香豆干 是就改成了香色 对外便他不要叫光头 于是就成了血凶 对外是血兔 魔君大人 不知道修炼的什么功法 似乎涉及了轮回大道 他们四个不懂 他们只知道 魔君莫名其妙变小了 又不知道什么时候 莫名其妙变回来一次 几个月 或者几天 都有可能 完全没有规律可循 小魔君 没有魔君大人的记忆 完全是个贪玩的小孩 魔君大人 居然也只一息 记得一点小魔君石做的坏事 所以 夜宵对于小魔君所说的 记仇二字尤为忌惮 谁知道魔君以后记不记得 万一只记仇呢 几天前 仙门中人竟然妄图围剿魔界 四大魔王还未出手 魔君大人就变回来了 仙门人客据点多 连魔君大人都是费了蛮大力气 才把人都逮回来 嘿嘿 被小魔君放了 现在这四大魔王 看着王座上又变小了的小魔君 暗自输了一口气 小魔君贪玩任性 但是陪小孩玩 总比喜怒无常的魔君大人好伺候 小魔君不喜欢做这么大的王座 小短腿挨不着地 就从王座上跳下来了 他似平弥撒了一下 四个啰嗦鬼什么时候一起来了的 完了完了 耳朵要起茧子了 不听不听我不听 小魏英捂住了耳朵 颠颠颠跑回寝宫了 四大魔王相识 无奈一笑 他是老大 他说了算 四大魔王 在魔君大人修炼功法 变成奶娃娃之后 就变成了四大啰嗦鬼兼保姆 四个人 总要留下一个照顾小魔君 其他三个回属地 猜拳输了的夜宵 现在有一点点头疼 小魔君之前只是贪玩 熊孩子本性 调皮捣蛋 能折腾得满魔宫的魔位团团转 现在 小魔君的心情似乎非常不好 闷闷不乐的 在后花园戳买蚁洞 夜宵直觉 这样的魔君 他从未见过 那个高高在上的魔君大人 和这样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孩 真的是一个人吗 他纠结了半天 决定尽点保姆本分 他费了好大力气 才在魔界找到了 找到了两块水果糖 这下好了 小魔君的心情没有好 反而含着糖 鼓着腮帮子戳买一动 算了 小孩子的心思 他真的不懂 小魔君 叫他他再来吧 四大魔王 哪里会哄小孩呢 夜宵退下了 他在魔宫的偏殿柱下 方便照顾小魔君 也是方便保护小魔君 啰嗦鬼终于走了 小魏英的大眼睛 滴溜溜转了好几圈 在确定夜宵的气息 不在他附近了之后 颠颠颠地跑回了寝宫 没有啰嗦鬼看着了 他才敢从怀里 把半块鹰虎符拿出来 为了避免耳朵起茧子 小魏英藏了 半块鹰虎符好 这半块羊垫之好力了 他钻进被窝里 用肉乎乎的手指 在半块鹰虎符上敲了敲 已经回到云深不知处 正在藏书阁温书的小蓝站 怀里藏着的另外半块 震了震 小蓝旗的心跳 变得特别特别快 快速收拾了书桌 就回了静视 小魏英塞给他一个东西 告诉他藏好 他藏好了 尽管他知道这是魔族的东西 他也亲眼看见了小魏英用完整的鹰虎符 控制过火魔 这定不是寻常魔物 但鬼使神差的 他还是没有上交 怀里的鹰虎符又跳了两下 小蓝旗有点慌乱 大白天的 居然也钻到了被窝里 才把鹰虎符拿出来 也敲了敲 啊 蓝站 半块虎符 说话了 吓了小蓝站一跳 借着鹰虎符 偷偷地说了好几天的话了 虽然往往都是小魏英 在巴拉巴拉巴拉地说 小蓝站做一个倾听者 偶尔回应几句 但是 只要小魏英猫进被窝里 悄悄鹰虎符 小蓝站总是尽可能地尽快回复他 被窝里的小秘密 蓝站 我一直吵你你不会嫌烦吧 可我真的好无聊啊 没人陪我玩 不嫌 小蓝站回应 小魏英给他身边所有的魔 都起了别称的 魔位是傻大哥 四大魔王是啰嗦鬼 伺候他的魔仆叫木头人 给他做饭的人族厨师厨娘们 叫胆小鬼 魔君爱吃 不信你瞧四大魔王的名字 魔宫专门给魔君做膳食的厨子 都是人族有名的大厨 做饭好吃 但是被捉来魔界的普通人 哪个见到小魔君 不是瑟瑟发抖的 这些人 哪有敢陪他玩的呢 他真的好无聊啊 突然的 小魏英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啊 蓝站 要不然要不然 人族和魔界再打一架吧 我让四个啰嗦鬼 把你们再抓回来 这次玩典放 你就能陪我玩几天了 不要闹 这可不是什么好主意 哦 小魏英现在像一根双打过的茄子 捏了巴基 他好想去人间找小蓝站玩啊 但是四个啰嗦鬼 是肯定不会打开魔界结界 让他溜出去玩的 没什么修为 他自己打不开 温宁你什么时候行啊 舅舅孩子 小魏英是没有什么修为的 会的那一点点法术 也都是用来玩的 但是 四大魔王没人会趁现在起什么反心 一是他们四个都是魔君从小就回来养大交成的魔王 他们会的所有魔宫都是魔君传授 虽然名字起得随便了一点 但是魔君代他们有恩 二是魔君大人和小魔君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切换了 就算有人蠢蠢欲动 也要掂量一下自己敢不敢 三就是鬼将军了吧 四大魔王或许会因为身居高位多年 九镇四方而心生一心 但是鬼将军永远不会背叛魏公子 魔宫是由鬼将军镇守着的 无人敢放肆 若非鬼将军先魔一战之后陷入沉睡 夜宵现在也不用守在魔宫的 他真的不喜欢哄小孩子 小孩子都是魔鬼吧 鬼将军迟迟不醒 小魔君就来魔他了 可是他不想玩捉迷藏 他也不想玩过家家 救命 魔君大人那么喜怒无常 杀戮果断 怎么小的魔君这么贪玩闹人啊 夜宵觉得生无可恋 小魔君不知道从哪找来一套胭脂水粉 在他脸上画画呢 哎 其实鬼将军刚刚醒了 在魔宫的角落探了探头 看见小公子在夜宵脸上扑粉 给夜宵扎小便 温宁眨眨眼 默默又把头缩回去了 回到床上 再躺两天 鬼将军美滋滋的又躺了两天才行 他是不需要睡觉的 也不知道疼 沉眠的一个月 适合仙界打架 打得损耗太大 肚子还划了个翻开的大口子 魔君大人干脆把鬼将军的肚子挖了个洞 画幅射阵 重新修补纪念 失去意识躺了一个月 不过是新修补的部位和原来的身体凝合 现在 鬼将军的战力更是恐怖了几分 一直躺着 看着夜宵这么惨 温宁有了几分不好意思 忠干醒了 他醒了 夜宵忠干得救了 跟小魔君败别 顶着一头脏脏便 飞速逃跑 小公子 温宁醒了 小魏英高兴坏了 因为 终于有人可以带他去人界玩了 鬼将军的修为 自然可以在戒壁上切个口子 带小魏英出去 温宁这人 是令六界闻风丧胆的鬼将军 但对魏公子 他却像个小憨憨 公子说什么就是什么 但是他也知道 好像 小魔君现在 擅自离开 不太好 啊 玩一天就回来好不好 小魔君大眼睛眨巴眨巴 温宁是他去人界最后的希望了 温宁犹豫了一下 却还是点点头 正在静视 莫独的小蓝湛 怀里的鹰虎符嗡嗡两下 下 蓝湛蓝湛 你在哪呀 你身边有人吗 无 小蓝不知道怎么了 但是魏英问 他自是如实回答 那我去找你了呀 小魏英的语气难掩高兴 小蓝湛纳闷 他刚想问问魏英怎么来 身边的空间 看一下裂开了个口子 一个黑衣男子抱着小魏英 从裂缝里走了出来 蓝湛蓝湛蓝湛 我来找你玩了 小魏英跳下来 围着小蓝湛开始转圈圈 小蓝震惊 他不知道 鬼将军是寻着他手里这半块鹰虎符 找到的他的位置 魔戒和人间的通道 开在静视 这是小魏英第一次来小蓝湛的家 他蹬蹬蹬的里外 跑了好几圈 竟是挺大的 虽然肯定没有魔攻大 但是盛在清雅 淡淡的檀木香 非常好闻